蝦連鎖上大火 沙塞 魚鋼 比較沒三魚 土海人都靠天吃飯 放開業者 大家也吃飯 像中華新鋼 沙塞 煙海 都是放蛤蟆 最大集中一個山區 這陣子因為氣候的關係 還有蝦連鎖上大火 加水影響到海水的品質 山洋漢過去比起來差很多 差不多是減三分之一 業者萬炭損失真吃力 不過應該吃褲洞做吃褲 也說到消費者在中處吃 想要吃褲洞 共驚愛自己鋰 探到褲比較小 蝦面趕緊來蝦雲仔獵褲 小小的太太賴 吃再來分類 辛苦修行 看不到蝦面有歡喜的感覺 因為兩個差不多三塊褲洞 以前這個期間大家都能收兩三萬塊褲的褲 今年受到天氣的影響 山洋 減少很多 業者可以修行一萬塊 蝦水 蝦水 還有天氣太大 蝦水太多 蝦水太多 我們這個就要取用了 這都四個啊 不敢嗎 不敢講我多 天氣太大 加上蝦水太多 很多蝦都已經很大顆了 本來就要修行了 想不到天氣的變化這麼大 竟然死了一大半 但是這樣也不是最慘的 現在那裡有條了 那就算是人事態的樣子去 在蝦水裡吃的蝦蝦的順勢大概三分之一 如果放蝦在海邊的蝦蝦 到過期燒比 是不夠一聲 漏水蝦 漏水蝦比較嚴重 因為暖暖就比較乾淨 近年中秋前 如果要吃到海蝦蝦 可能要改來蒙 如果市民上已經有人在背 然後就死了 中華新港鴛海 是蝦蝦最主要的地方 以三家庭來說 海邊放一萬斤 過去可以收成四五萬斤 但是今年收不到五百斤 夾車只能夠夾扣動作夾步 蝦蝦也好不夠到處去 那就是海風到處 不夠當天 那是有事才沒有 天要降的一頓大雨 就連出海捏蝦蝦的蝦蝦也怕到 只好拿雜來回來 我們魚鴛來是冷冷清清 魚鴛客廳吃飯 不然現在只能夠求提公佩了到三天 記者綜合報道 當然 極小 今天 地